我們來看一下那個購物車的專題 上個禮拜我們主要是幫各位開個頭 了解一下這個購物車基本流程 大概會有這些項目 就是比如說一剛開始 它進到那個購物車裡面的首頁 首頁裡面的話當然它會有一個什麼呢 可以看裡面的詳細內容 所以這邊會點擊之後會有個詳細頁面 會跳到這個detail.php 或者另外什麼呢 另外可以再去做訂購的動作 那訂購的動作的話會連結到這邊有個叫add 這個叫什麼 add card這個php 另外的話會到那個檢視的這個購物車裡面 那最後如果說確認沒有問題的話 再去做什麼 完成訂購的頁面 當然你也可以再回去查一下 你的這個頁面裡面的內容 所以會有這幾支程式在幫各位做一些處理 那這個購物車其實最大的 跟以前那個新聞的那個公告最大的差別是 新聞公告全部都把資料直接放在資料庫裡面 可是呢在購物車裡面呢 可是呢在購物車裡面呢 它是最後再放到資料庫裡面 為什麼 因為呢在購物的過程當中呢 可能它有不確定因素存在 所以它如果說經常性的在 比如說它只是暫時放在那個一個資料 比如說它訂購的資料 那如果說直接就放資料庫裡面的話 會造成資料庫的流量過大 而可能會造成很多不可預期的問題發生 那另外的話呢 可能那個比數也會非常大 所以一般的話呢都不會直接把最後的結 就是說它訂購的過程的紀錄呢 紀錄在資料庫 而是把它放在一個什麼 一個變數裡面 一個變數的物件裡面 那變數物件呢其實是存在記憶體裡面 當然第一個它也不需要重複的存取 第二個的話呢 存取的速度一定也會比較快 因為它是放在記憶體裡面 像什麼淘寶網 淘寶網裡面每天的紀錄這麼大量 如果說全部的人呢 的紀錄呢 在過程當中就把它寫到那個資料庫的話 不得了 那個資料庫可能就不可 就回復的速度可能就會變很慢 因為流量太大 所以呢大部分都會把這些資料 要暫時存放在變數裡面 但是放在變數裡面 如果你要暫存的 你會必須要宣告很多變數 所以呢如果說要來管理這些變數的話 通常會用一個所謂的物件導向的觀念 就建立一個物件 那這個物件的話呢 基本上網路上有已經寫好的 所以呢大部分的我們都會拿 人家已經寫好的這個PHP的類別 然後直接來使用 那這個部分呢 上禮拜好像有特別提到就是說呢 我有把相關的檔案可以放在那個 我們的雲端上面給各位下載 那這邊的話就會有一個叫做 在我們的網站裡面 如果要建立那個物件 就是先新增一個那個資料夾 假設我要把這個物件 這個類別 類別還沒有實作的時候 實際上是一個類別 實作的時候才是一個物件 然後放在哪裡呢 放在一個資料夾裡面 這個資料夾的名稱叫做Cards 然後呢裡面有個叫EDcard 這個是網路上人家寫好的 叫做好像叫什麼 WF的一個Cards的一個 這家公司寫的 這家公司寫的 叫什麼 Webforce 如果各位要找的話可以找這一家公司 它網址是.nz nz 它這個有個網站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可以連結到這個網站 那這個是人家寫好的 那會寫一個class 這class名稱的話呢 叫做EDcard 那裡面喔 其實將來無論說是 PHBL 或者Java 或者是Darnet 都一樣 反正它只是一個 只要是一個類別的話 你要知道說它一定會有成員 兩種成員 一種是成員的什麼 成員的變數 變數裡面呢 實際上就是放什麼 放一些相關的資料 包含什麼呢 它的總共的交易金額 還有呢 它的運費 另外呢 它的什麼呢 加總之後的最後 就是加了運費之後的價錢 還有它什麼Item Cards 它買了幾個東西 相關的東西 還有什麼 它的價錢 價錢的話是一個Rate 因為好幾筆記錄 所以會是建一個Rate 然後還有什麼 它的數量 它的訊息 它的照片的位置 也是都是陣列 利用這種方式 來儲存暫時的資料 那也就是說呢 實際上就是把那個物件 當成是暫時存放資料的一個地方 而不是直接把資料 直接就寫到資料庫裡面 那什麼時候寫到資料庫裡面呢 等到它確定要購買的時候 再把它寫到資料庫裡面去 OK 所以特別注意 一個類別 要實體化之後就是一個物件 那裡面就可以存這些資料 那再來的話它還有哪些方法呢 比如說它取得購物車內容 它會有一個叫做Get Content Get Contents 它還有一個Return Return的話 Return Items 就是Return Items 就是裡面到底有哪些東西 那還有就是方法 上面是所謂的屬性 下面是方法 方法還有什麼呢 Add 怎麼樣新增購物車一個項目 然後編輯購物車的內容 清除 還有清空 OK 然後還有Update Update 通通是總共的那個金額 當然最後會有好幾筆 要把它整個跑個回圈 全部加總之後 最後再加上什麼 加上它的那個運費 就會存到總共應該要付的金額了 所以你會發現 這個已經方規都已經打包好了 那你最重要就是怎麼樣 要學會 當然不是寫類別 不是學會寫一個類別 而是學會使用類別 把它實體化變成物件 這個才是關鍵點 當然網路上已經有很多東西寫好 你要懂得去用 所以物件導向 基本上不外物就兩個重點 一個是什麼呢 成員的什麼屬性 屬性就是它的變數 成員的方法 兩個 一個是存資料 一個是做什麼事情 做什麼事的話 一個有return 像這個有return 是有回傳值的 一個是沒有return 做完就沒有了 像這個是沒有return 這個是做完就算了 所以方法又分兩種 不外乎就這些 如果各位想要對物件導向觀念 要更加了解的話 我還有補充一些資料在雲端上 所以你們可以從那個講義裡面 看到這邊有一個那個講義簡報 因為為了說 同學可能對於物件導向 不太了解的話 那其實各位可以在第11章裡面 點擊看看 11章裡面的話 其實就是講到有關物件導向 我給相關的觀念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沒有辦法細部講 那我剛剛講的重點都在這裡面 所以如果說你想要了解 什麼叫物件導向觀念 在PHP裡面做的話 這邊都有講 就是舉一個例子 比如說什麼 裡面的話呢 就是像蓋房子 蓋房子之前要有藍圖 就是類別 蓋完之後房子 其實就是一個什麼物件 那相關的東西 我想各位可以從這邊去做參考 那這個其實都可以下載下來的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在按部就班來看一下 既然我們知道了 這些相關的流程之後的話 那其他的話 在上禮拜做的 還有建一個資料庫 建完資料庫之後的話呢 我們就實際來跑跑看 那裡面到底他做哪些事情 那可能會有遇到問題的 首先的話第一個 我們來看一下 那這個是建資料庫 所以如果將來在PHP裡面 要建資料庫 記得就是這個是一個MyStore的資料庫 裡面放了有三個表 一個是order detail 就是訂購的裡面的詳細內容 還有訂了什麼東西 就是訂單 還有一個是相關的product 它的一個產品都在放在這裡面 那再來就是說呢 我們進到這個 字夢網裡面的首頁好了 那預設值裡面一定是這裡面一直空的 當我按一下訂購的時候呢 我要這個地方你會發現 他會傳遞一個什麼 傳遞一個相關的變數A 去給什麼呢 給後面這一串 他就會自動去怎麼樣 幫我把這個紀錄 新增到那個物件裡面去 那你想說 老師這個物件流程很抽象耶 我可不可以具體一點點 大概了解一下 他這個到底怎麼跑的 好 那實際上 這個時候如果說 你因為 利用JuneWeaver來做的話 你會發現他有很大的問題 他最後頂多是怎麼樣 頂多你只能開啟index 然後看到裡面的流程是怎麼樣 當按下這個add的時候 他會怎麼樣呢 他會停在這一行有沒有 停到這一行裡面的話呢 他會送出一個相關的參數在這裡 可是你會發現喔 你要除錯其實是非常的不容易的 他當然會連結到add to cut add to cut這個 裡面呢 因為我傳遞過來是一個add 所以他會去這個物件裡面呢 去找到一個方法 叫add item 傳遞給他這些東西 幫我把它怎麼樣 放到哪裡呢 放到就是物件裡面的 他的什麼 哪一個名稱 價錢 哪一個編號 價錢 名稱 還有照片等等的相關訊息 他就跳零 可是喔 畢竟這個有點太抽象了 那有沒有什麼方式 可以幫助我們除錯的 接下來喔 跟各位介紹一個工具 這個工具的話呢 叫做equilibus 這equilibus 在很多的開發環境裡面呢 都會用到 這equilibus 這equilibus呢 我已經幫各位包了一個開發環境 他是完全for php用的 當然equilibus喔 不是只有開發就是php用的 他在任何的開發環境都 蠻多都有喔 比如像開發android 開發java 開發什麼javascript 甚至現在很夯的那個 什麼adjuno 那個就是物聯網 控制一些機器人 有沒有機器人啊 很多也都用這個來做喔 我有時候到wtube裡面看到國外 像印度喔 那有很多很多人分享啊 開發這個 比如說機器人的控制的話 很多也都用equilibus來做 因為主要原因喔 他是完全是free的 他是免費的 但是呢 你要大家缺點就是說 設定上面稍微有點麻煩啦 不過還好 比如說像php裡面 如何利用 這個equilibus來做除錯喔 其實我網路上也找了很多啦 Google一下發現的話 找半天幾乎都不能用 最後找到國外喔 看到有一些相關的 後來呢 好像還是不能用 最後怎麼樣呢 乾脆自己來了 所以喔 我就自己弄了一個自己的方法 可以除錯 那除錯怎麼除錯 其實非常簡單 第一個喔 欸比如說你 假設你設定好之後 假設我們剛剛那個東西不知道 那我第一個呢 可以在這邊設中斷點 比如說呢我今天要傳遞什麼參數 然後他跳到哪裡呢 跳到add to cut這個有沒有 那比如說我要在這個地方 他case如果跑到這裡 我希望他停下來 並且告訴我他執行的什麼方法 傳遞了什麼東西 那停下來之後 欸當然我可以慢慢看細節啊 這樣的話會更好 也就是說讓程式暫時停下來 這個地方喔 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如果說你不懂了這個方法的話 將來喔 你要去做任何事情都會有問題喔 那比如說這更是一個中斷點好了 那怎麼做 我實際上測試給各位看一下 比如說第一個我先到index 那我要怎麼去run他喔 特別注意喔 第一個我先把這個專案建立起來 這個是php的專案 第二個的話呢 我先開啟index 第三個呢 上面有個湊蟲有沒有 就是把這個湊蟲按一下 他就會跳到一個 就是除錯的環境裡面 不過這個環境喔 稍微有點複雜 不過因為剛好我開發的東西都跟這個很相似喔 所以我很快可以上手喔 那我大概做一下 也會把畫面錄下來 給各位參考 那這邊的話 第一個我們就是用除錯 然後debug s 它是一個web application 點擊它 OK 這個時候的話呢 它就會跳出這個畫面說 你要不要切到什麼呢 debug模式 那你就選擇是 OK 這個時候它就會從這邊 切到這邊來 然後並且停在第一行 OK 那停在第一行 如果說你想要知道 這一行裡面到底它做了什麼事情 有沒有 那你也可以 這邊上面有按鈕 其中有個按鈕是 叫做 進到裡面喔 當然你這邊的話 可以 可以把它進到裡面 去看看它裡面到底跑了什麼東西 那如果這一行沒有的話 你就直接 那特別之外 前面我有設中斷點 那假如說呢 我希望呢 讓它程式停在主要 剛剛我們這一行 add to cart裡面的這個add 那我希望程式停在這邊 告訴我裡面到底傳了什麼東西的話 那我就直接 在這邊 讓它繼續跑 繼續跑的話呢 記得喔 按一下上面的按鈕 這邊有個按鈕叫做resume 或者你記F8也可以啦 有時候我都直接按F8 不怕按上面這個 按下去 好它會往下跑 有沒有停在這一行 然後它到底做了什麼事情 裡面都有細節 另外呢 到底裡面傳了什麼參數 這上面都有喔 有沒有 比如說像Connect Swing裡面有什麼東西 點擊它裡面都會有相關變數跳出來 那我再向下 跳 欸 跳過來之後的話呢 假如說我今天畫面已經打開來 它會切到這邊 那如果說我今天要增加一筆的話 我就點擊這邊 點它的時候會傳遞什麼 傳遞一個add的參數 欸這個時候有沒有 點擊它你會發現喔 在那個追蹤咕尾裡面呢 或者在瀏覽器裡面呢 它就跳過了 它就新增了 什麼事都沒發生 但是問題喔 你是開發人員的話 你要知道說他到底做了什麼事情 這個時候的話 你會發現喔 如果你有這個除錯環境的話 他會幫你停在這裡 並且告訴你說 他先停在這一行啦 但他這一行好像 你預測好像是本來就會停下來 那你可以怎么样呢 可以有几个方法 我看一下这上面 一般就是继续跑 要不然的话你也可以怎么样 它可以进入到里面 看一下到底怎么跑的 不过我们继续往下跑 OK往下跑 跑到哪里呢 跑到这里 然后呢 它会有一个回传池回来 Do something 现在里面没东西嘛 再把它执行过 你要不要Do something 里面有什么东西呢 那上方就会有一个 相关的那个 有没有 相关的这个 变数出来了 因为Do something里面放的是什么 就是放add 有没有 那它这个add是怎么来的呢 基本上就是因为有传递过来 会传一个add过来 OK 那这个地方你会发现 有没有发现 这个就是我用什么 URL传递过来的参数 参数名称是A 那怎么知道是A 其实这个前面还有跟各位讲过 你有没有放在这个上方 下面呢 有个网址列有没有 这个里面到底做什么呢 就是下面这里 有没有 这个 然后A等于什么add 有没有 它传了这些东西过来 那可是如果你传递过来之后的话 我怎么去接呢 其实就是透过什么 透过 add to catch 这个里面 我已经把程式停在这边的 那里面的话有哪些变数 我都不知道的话 其实你游标放在上面 它也会告诉你 有没有 这个是get的array 第四个 这个是getarray 你会发现这里面 你可以上面看一下 get把它展开来 有没有 第一个 第二个是它的什么呢 号码 它的name 它的价钱 都在这里面 很清楚 ok 那所以呢 你这个地方run完之后的话 还有这个物件的名称也在这里 还有相关 你会用到的相关的什么呢 相关的物件 还有物件的变数 这边都有 那你可以通过这个方式的话 大概就可以比较快了解细节 要把它run完好了 run 里面的话 这边还有个什么 有一个step information step offerstake 它好像有一个可以进入物件 这个我再找找看 那这个地方的话 再run一下 ok 那如果你有射中断点的地方 它就提下来 那这样的话呢 你会发现 就很容易的 再来它就跳到哪一个 跳到这一个了 因为这个完之后 它会跳到这个页面 那跳到这个页面的话 里面看你有没有什么细节 想要了解的 如果有的话 你在左边的地方射中断点 然后把它再跑一下 ok 然后这个进去 因为它里面 是不是等于 这个里面的值 等于1 不是 不是的话呢 就跳0 然后再来的话 运费100 先给运费100 然后就进入什么 进入这个画面了 所以你会发现呢 切过来之后的话 我们的购物车里面 目前就是一笔资料 ok 第一个 这个地方 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方式来除错 那第二个数量呢 比如现在有三个 如果要改成四个的话 按下更新 更新的话呢 这个动作 一样是传递给谁呢 Educate 然后呢 里面的话是update 所以你可以在update的前面这边 加上一个怎么 中断点 然后一样可以怎么样 再点击 清 更新 ok 那更新里面的按下去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 它一样会跑这边 然后往下 switch放哪里呢 有没有 它这个地方是一个update update的话呢 里面会有这些资料 大概是这样 那怎么样 让你的这个 呃 php里面呢 具有这种 呃 逐航的去除错的功能 其实还蛮重要的 那怎么做 等一下再来看好了 来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我看下了 好了 那没想到